會不會有其他人變裝為母雞 或假裝成為國民黨的藍色母雞 就比較麻煩啊 親一色叫八台 臭一色叫四台 我真的要不要教人家賭博嗎 我辦公室還接到電話說 你跟郭台銘很好是不是 你拿了郭台銘一億是不是 我說拜託我如果拿一億 我就退休了 我剛剛修正一下了 我不要講說我們內部還在亂 等一下我又要被躺氣了 我說我們內部還在整合啦 贏戰大選國民黨現在也出現了 母雞之亂了嗎 扮演母雞的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現在夾在了還沒有表態的郭台銘中間 這讓很多要參選立委的小雞們 真的是十分憂慮啊 到底國民黨應該怎麼做呢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 可能會有點擔心黨記 但是還是為黨內積極建言的 國民黨市議員李明賢 主持人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哦 我們一來就看到你在後面一直跑馬拉松 這個持續耐力一直在跑當中 對啊一直跑一直跑 人生本來就一路奔跑下去了 現在講到一路一直奔跑下去的 對於黨內還有一個人叫做總統參選人 柯友宜 他現在一路在跑 但是感覺好像 說白了就好像感覺被扯後腿啦 會不會有這個疑慮呢 因為我們現在來看一個最直接的就是民調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說民調就反映了接下來大家投票的意向 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說 原本民調墊底啦 被說是老三 但是在723全代會之後呢 現在他說已經平坑敢賴咧 真的是這樣嗎 我覺得這當然是一個 如果是這輛車的話 當然是一個好的現象啦 那如果有民調出來 黨內一定有持續做民調 那朱主席我合謀也把部分民調 可以開記者會 或公開來給大家 我覺得給集成一個更好的一個信賴的 跟一個支撐力道啦 因為你剛講說母親嘛 侯友宜一定是我們的母雞 唯一母雞 這絕對沒有問題 而且沒有換母雞的問題 也沒有換侯的問題 那只是說侯友宜現在民調 看起來至少還沒有超過賴清德 所以這我們在思考說 怎麼去幫侯友宜 那重點說 第一個怎麼去拉抬侯友宜 當然涉及到在野大聯盟怎麼去整合嘛 郭台銘有可能啟動連署 有可能獨立參選 那另外柯文哲到底是友軍敵軍 還是我們的盟友 那這三隻母雞怎麼去做整合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檢驗 那當然對我們的藍軍的小雞 當然也是考驗 模糊空間 可是那這樣模糊的空間 就涉及到我們的戰略的問題嘛 譬如說我們的立委候選人 包括葉原資 包括施鋼他們 去參加郭台銘的開獎 他們坐在台下 那這到底是不是紅線 還是魔物地帶 譬如說 林金傑他用扇子 總統支持郭台銘 這就踩到紅線了嘛 是因為唯一母雞是侯友宜 是這就不行 發扇子發文宣絕對不行 是 同台也不行 那如果我不期而遇行不行 是不是有模糊空間 這其實是不是也反映出 小雞其實對於 原本的唯一母雞侯友宜 是有疑慮的 我解釋好了啦 我今天看到有媒體社會論寫說 這也是韓國瑜市長去年底講的 他說現在國民黨打親一色 沒辦法胡牌 那是不是要打臭一色 這意思是說國民黨自己 親一色能胡 現在難度很高 所以要臭一色 那臭一色是說 國民黨是統治啊 民眾黨是萬職啊 然後郭台銘是花之類的 只要能贏就好了 能胡牌就好了 侯伴是完全拒絕呢 那還是說現在是時間點 不同的差異的問題 我覺得 侯伴跟黨中央立場不一樣 我覺得小雞就很為難了 好 至少這時間 大家可能在等一個人 就是在等 郭台銘等他表態之後 黨中央或許會開始 把這個界線拉出來 拉得更明確 因為你對小雞來講 所有的選票都要拿 支持郭台銘的選票我要拿 支持柯文哲的選票我要拿 支持侯友宜的選票我要拿 可是只是 支持誰的比例不一樣 這對我們來講也是 也是這樣 我不選 我這次沒有要選立委 可是我的辦公室 接到很多電話 打來的說 你一定要唯一支持侯友宜的 很多 也有打來說 你不要支持侯友宜啦 停一下郭董啦 你們自己 要自己看清楚 也有打電話來說 你要支持韓國瑜啦 都有 那支持者都已經分裂了 你對 要選舉的人 對於要參選的小雞 那不是一樣會精神分裂嗎 而且你還是在這個鬥雞場外圍的 哈哈哈 你自己講鬥雞場的 我那邊 我不是 朗雞 朗雞 褲咬嗎 所以 小雞真的很辛苦啦 你逼著小雞不要雞杯狗跳嘛 要讓他們安安穩穩的 而且 內部還在亂啊 所以我們沒有把炮火真正對準民進黨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內部還在亂的時候 小雞必須要為的 到底挺郭挺猴 挺柯 或者保持模糊空間 保持曖昧空間 現在唱曖昧都很為難耶 好 你剛剛說內部也還在亂 另外一個原因是小雞的憂慮以外 還有包含地方 大家這個整合的問題啦 來看一下 南投縣的議長何勝峰 跟張化縣議長謝典林 先後直接宣布退黨 謝典林 特別挑在猴友宜訪日的第一天 前腳剛上飛機 後腳他就跟你出來說 我要退黨了 這個其實殺傷力跟政治張力 都非常的大 是 我剛剛修正一下了 我不要講說我們內部還在亂啦 等一下我又要被躺氣了 我說我們內部還在整合啦 我覺得謝典林退黨是他的權利啦 可是宣布的時間點 剛好猴友宜要出訪日本的時候 那幾乎這幾天都在我們內部的紛擾 猴友宜去訪問日本 就變成版面變小了嘛 總統候選人出榜 美國日本都是很重要的 猴友宜這次訪問日本也講得很重要 包括不同不獨不武 因為過去他都沒講過 大家對他比較沒有印象 那我覺得這些話要多講 大家才會把這些過去的 國民黨的兩岸外交路線 變成猴友宜的兩岸外交路線 你也算是我們自己的哎呀 你這樣宣布 某種程度你對郭董交代了 那你對猴友宜有交代嗎 總之我認為猴友宜是受到影響嘛 訪日的版面比較小了啦 好另外一個呢大家很擔心就是說 哎到底黨內有沒有傳出來說 什麼其他議長跟其他地方的 這個藍營人士也會跟著跟進啦 大家擔心這骨牌效應需要去憂慮嗎 對所以我那一天 包括跟我們黨內的大佬 加上籃頭加上彰化之外 我們就點一點點一點 那一些有可能蠢蠢欲動的加一加 四五個六個最多大概這樣子 然後冒了一句說 什麼都算了不可能算得夠的 然後媒體就變成說 我講說有九個 天啊我又不是魏普先知 我又不是劉博文 我哪有可能算得盡 我辦公室還接到電話說 你跟郭台銘很好是不是 你拿了郭台銘一億是不是 我說哎拜託我如果拿一億 我就退休了 哪來一億啊 結果沒想到你踩到紅線 是那個媒體推你去踩的 我哪來講九個 我們點一點點說不可能 然後媒體只聽到九就說九位 我哪知道九 所以朱立倫主席也做得很好 立即去做危機處理 也致電了 包括這幾天這一陣子 致電了國民黨幾個政務議長 我就去鞏固板塊是要的啦 必須 你不能說這些人家已經純純欲動了 然後你跟他們講說 哦慢走不送 立場不能這樣 都是自己人 要選總統 那些政務議長 你不要講說他地方派系或怎麼樣 可是他是國民黨過去的 都是盟軍盟友 當然他們我覺得地方派系可能一定會以地方派系自己的利益為最大 會做優先考量 那如何把地方派系的利益跟國民黨的利益變成共同的利益 我覺得要去努力啦 就說關鍵還是在於 所以侯友宜要強化或對地方派系或對所有民眾或對藍軍資者 強化說侯友宜他是足以帶領國民黨重新政黨輪替的 重返執政的 這才是關鍵的 所以民調拉起來是最大的關鍵 畢竟侯友宜過去跟地方的互動沒有那麼多 我就要開始拉拉拉拉進關係 這時候就趕快把關係拉進來 至少要形成說 要形成大家是同一條船上的 你侯友宜就是我們的船長 要形述這個印象出來拉 好 大家現在擔心一個是說 郭董現在也去訪美了 大家是在說他回來以後會傳出來有這個重大宣布 主黨 但是大家是在想說 如果您聽到的傳聞是什麼 主黨 仇主政黨 好 那仇主政黨對國民黨就形成威脅了 我覺得對黨中央來講 還在盡最大的努力拉 就我目前的策略是 就是說你要把郭董當成敵軍或當友軍嗎 嗯 現階段至少君子絕交口不戳二眼 等他如果真的正式宣布參選之後 那如果雙方立場不一樣 或真的利益有矛盾的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再來做決定 現階段至少還保留回旋空間 當然各種傳言都有 包括郭董可能回來 九月開始連署 而且現在已經有動作了 聽說 我說聽說啦 不要用黨記處分我了 聽說有一些連署的點都找了 那我相信可能也是 我們的原本的自己人或盟軍嘛 無論郭台銘是宣布參選 或者說籌組政黨 藍綠白勢必都會受到衝擊 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政黨最該擔心 哈哈哈哈 目前看起來我覺得說 郭董如果真的參選變細卡都的話 好像變成賴清德受影響最小嘛 他還是維持35上下 那影響最多的柯文哲 柯文哲從原本的三層就掉下來 變成柯文哲 侯友宜 郭台銘 三個就變成一樣爛嘛 那變成說一強三弱 那目前假設 郭董沒有參選的情況底下 就變成說 一強兩中 第一個賴清德三層多 第二個柯文哲 略高一些 那侯友宜緊隨其後 差不了多少嘛 所以我聽到國民黨內有一個說法 就說郭台銘參選之後 就逼著三個要坐下來談 可是我覺得這個說法相對比較阿Q啦 你畢竟郭董參選 藍軍內部的矛盾會不會檯面化 這是一個變數 還有擴大 是 那第三個 真的細卡都以後 三個菲律大聯盟都完全分散了 真的要談整合誰要出來整合 好那我就問郭喉跟黨中央 還有整合空間嗎 我個人心裡面當然希望有阿 我想贏阿 你沒有整合絕對不會贏的 所以我覺得當力量分散 意見更多元的時候越難整合啦 好所以現在黨中央應該要擔心的是說 先去思考一下接下來怎麼去整合 還有到底跟幾個競爭者之間的關係 是盟友 還是敵軍 還是可能的盟友 這個呢我們到時候就等 郭董回到國內之後見分曉 沒錯 好那我們今天看新聞非常謝謝李明顯 明顯哥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謝謝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所以我拿了一億 好像是一億 我要笑死 如果真的拿了一億 幹嘛那麼辛苦 拿了一億 我捐五千做公益 然後我就退休 然後另外五千 花三千塊去買 00878 另外兩千買 0056 所以你那個聽說我不會記得幫你做大禮 聽說 哈哈哈 我來打算 可以 那也是 我可以 不可以 我不想 不可以 我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